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片人李亮文说 每当与人提起滚蛋吧肿瘤菌 是讲一个年轻女孩抗癌的故事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但事实上我们想要创作的是一部喜剧 一部充满欢乐而又爆汗泪水的喜剧 笑比哭更有力量 影片一上来就上演了一连串的悲情戏码 白白河饰演的一位漫画家熊顿 可谓是倒霉连连 丢了工作不说还碰上男友劈腿 就连谨慎的健康也离他渐行渐远 这么多倒霉事都恰巧凑在了一起 而面对爱情他又是那么的勇敢 面对喜欢的梁医生外号梁老板 为什么叫梁老板呢 因为他老是板着脸 那份敢爱敢恨的率真丝毫没有退却 喜欢熊顿说的那句 不要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拥有 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丢人 这恐怕是熊顿在电影中说过的最严肃的一句话了吧 一向神经质的他竟然能说出如此正常的话 竟然也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时候很丢人 在我看来是多么逗的一件事 不过终究还是没有笑出来因为同情 因为惋惜 我是多么希望电影就在熊顿与梁医生 最后的温情中戛然而止 因为这样我可以不用知道结局 至少不用看到结局 但电影依旧脱离不了现实 那一刻的悲伤虽然早已有准备 却仍猝不及防 只不过还好 在最后的最后依旧还是那笑容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全部的意义 其实《滚蛋吧!肿瘤军》就像是一部公路片 从熊顿住进医院的那一刻便开始了这段旅程 路途的终点站可能早已确定 所以重要的只是这段路上所碰到的人遇到的事 因为这些人这些事都在改变着熊顿 而熊顿也在影响着他们 毛豆是熊顿的第一个室友 也是最早离开熊顿视线的 直到熊顿一次不小心 给孩子碰出了鼻血 结果出乎意料 毛豆居然说 没事我不会告诉我爸爸的 也是从那时起熊顿才知道了 毛豆患的是白血病 而且已经挽救不了了 毛豆出院前的那个晚上 为熊顿说 你害怕死吗 我爸说死就是睡很长很长时间的觉 但迟早会醒来的 对吗 这是熊顿住院以来 第一次听到死这个词汇 还是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那儿听来的 勉强回答了一个对子 想必熊顿心里也一定是酸酸的 毛豆出院那天无比兴奋 道别还有些不舍 只是因为他很天真 其实天真有时候在大人看来是傻的表现 因为无之所以天真 可正是天真让许多小孩子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要比大人坦然的多 现实生活中 熊顿用无厘头幽默笑对并魔 这种乐观在影片中 便通过各种异想场面来得到展现 当别的电影唯恐观众 不知自己是什么的时候 电影滚蛋吧肿瘤君 却接二连三说自己不是什么 令人耳目一新啊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